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种罕见的癌症 1月3日他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一封信 死前的信 第二天他就去世了 就是这则帖子引起了网络上的轰动 许多人纷纷转发 国内也有几家公号翻译了这封信 我引用不分原文如下 发现自己要接受自己要死了 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这也是大家平常会忽略的事情 我总想象自己变老实的样子 和爱人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 有许多孩子即使也会头发变白 满脸皱纹 但一定会很幸福 我真的太希望 这一切都能发生了 以至于去幻想它成真 都会让我心碎 或许这就是生命吧 脆弱 珍贵 又无法预测 我才27岁 我还不想死 我爱我的生活 我很快乐 我亏欠那些爱我的人 或许今天你遭遇严重的堵车了 或许今天你被自己可爱的宝宝 闹得失眠了 或许今天你的头发被理发师 剪得太短了 或许今天你新做的指甲又劈了 或许你的胸太小 屁股太大 肚子上又坠肉了 但请相信我 在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想这些事情 当你回顾整个人生时 他们根本什么都不算 我眼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差劲 却无能为力时 我只想着能和家人在一起过一次生日 或者圣诞节 或者能与我的爱人和狗狗 多待一天 一天就好 原文很长 我摘录其中的部分段落 和你分享 光是想想 这是已经离开人世的年轻姑娘 公开写下的遗书 就足够让人泪奔 这封信在国外媒体上引起了轰动 人们纷纷分享和传阅 也有许多人留言转发 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有人说 当我在上班的路上 不停地抱怨 抱怨着生活 抱怨着不想去上班的时候 我读到了这封信 我哭了 我觉得自己活着是多么幸运 感谢生命那些美好的事情 有人说 独霸这封信 真的在反省自己 真的需要改变我的视角 我今天其实特别焦虑 因为假期要结束 我要重新回到工作中 但我现在需要掌握自己的生活 为了我还能活着 能起床去生活 而感到开心 有人说 作为一名临终关怀的护士 我的人生观 以及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 都被改变了 我曾陪伴上百个家庭 度过了病人生命的最终时刻 信中的话 都说得很对 生活中的小事 不要再来困扰我了 有人说 17年10月 我失去了最亲爱的兄弟 我最好的朋友 他去世时才29岁 在绝望中 我学会一件事 别等着 每一天都是馈赠 留言有许多 大多同样怀着感恩 让人不经落泪 我在网络上搜索这封信 发现国内的媒体也有了报道 我翻了翻评论 又是另一种画风 我发现一些风格统一的留言 最近突发神经性耳鸣 每天过得很压抑 怕自己万一聋了怎么办 对生活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 我才21岁 还有那么多值得去做的事情啊 今晚在急诊室加班 来了一位母亲 带着孩子看病 小朋友脉搏跳得很快 需要赶紧抽些花眼 他母亲突然崩溃大哭 我的孩子还这么小 为什么要遭这种罪 妈妈就在我身边 她得了癌症 一年前做了手术 之后的放疗化疗 都没有阻止恶魔的侵蚀 她又一次病危 我还不到三十岁 我不想没有妈妈 我希望她活着 看完这些留言 我不禁在感慨 为什么人都是在得病了 在不如意了 在即将失去了 才想着要去珍惜和拥有呢 为什么总是在临近告别的时候 才想起要说一句 谢谢 想要对那个心爱的人说 不愿意你离开 中国有句古话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一切不可饶恕的 在面对死亡时 或许都能稍微地谅解 一切不可捉摸的 在面对死亡时 或许能猜透几分原委 一切不可预测的 在面对死亡时 或许能放手 看开 顿悟 死不可怕 面对死亡的恐惧 才真正可怕 生不可怕 生活失去了希望和所爱的人 才可怕 几年前 我的外公外婆接连去世 我认识了一位耿叔叔 他在火葬场工作 听起来这份工作很不吉利 看他的样子 好像也活得并不开心 他的工作是整个 丧葬过程的最后一步 一提火化后 捧出骨灰盒到一向前 进行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 踏实司仪 我两次前往火葬场送别亲人 每次都是他主持 听家人说 他是这里最好的 几乎家家都要找他 哪怕排着队都要等他 我仔细听了一下 发现他不管主持谁家的告别仪式 词都是一样的 无非是换了个姓名 性别和年龄 但每次说词都像是第一次说 一扬顿挫 悲痛欲绝 在场的人 无不潜然泪下 仪式结束后 我凑到耿叔叔身边 趁着他喝水休息的功夫 闲聊了几句 我问他 为什么要到火葬场工作 他看我一眼 简单回答我说 挣钱多 我问他能挣多少 他说 就做一圣舞 一场两百块 不算大方的人多给的小费 我进的炸蛇 这么多 你这半天就能接十几场 一个月能挣小十万呀 他反问 给你这工作 你做吗 这下轮到我没话说了 尴尬了几分钟 我又问 那你为什么要做呢 他说 在火葬场工作 要命够硬 我父母都不在了 没有兄弟姐妹 没有媳妇孩子 了无牵挂 我最后问 做这工作什么感觉 他稍微顿了顿 一开始还挺难受 后来就麻木了 没感觉了 见得太多了 是啊 应该就是这样的 人不会时时刻刻 面对死亡 如果总要面对 就会变得麻木 变得没有感觉 死亡就会和 吃饭睡觉一样 司空见惯 总有人却说 那些有自杀倾向的人说 死有什么难的 脖子一抹 人就挂了 活着才难 这话说的有道理 活着这件事 要比死 难多了 尤其是艰难地活着 更会让人觉得痛苦 你或许见过 很多影视剧里 有人对一个 作恶多端的人说 我不会让你死 我会让你活着 但我会折磨你 让你慢慢地死 你或许也见过 这样的场景 一个身患重病的人 整天说 想死 不想活了 因为病痛 折磨到 没有丝毫 活着的想法 只想解脱 有个词语 生不如死 真的是恰如其分 我们国家 没有安乐死的制度 人们对安乐死的态度 也不够开化和理解 而在瑞士 则可以 但我曾看过一篇报道 就在某一年里 申请安乐死的人数 就已过千 引起了国际上的 大量质疑 瑞士不得不暂时 关闭了申请 又设置了地域限制 和复杂的申请制度 但人数依然在递增之中 有人不禁会问 为什么会这样 活着难道真的有这么难吗 不是有句话说 好死不如赖活着吗 我觉得 之所以觉得活得艰难 可能是因为 没有希望吧 人若得病 知道有一天会痊愈 就是希望 人若艰难 知道有一天会过去 就是希望 人若失忆 知道有一天会消解 也是希望 若是知道 得了非死不可的病 有了再也 无法度过的艰难 还有根本 无法可解的失忆 他们会伴随 剩余的后半生 完全没有了希望 那活着 就是痛苦 就是深渊 但是 想着死 想着解脱 可当他们 怀着怨恨和不甘 真的到了那个终点时 又会感念起人生 告诉依然活着的人 你要感恩 要学会理解和放下 这不是后知后觉 而是 人的大善 既然自己 无法享受人生 那么忠告后人 要为活着 好好努力 我见过路上 行色匆匆的白领 夹着公文包 低着头 一边往嘴里 塞鸡蛋灌饼 一边低声打电话 我见过 冒着大雨 松完卖的小哥 浑身上下湿透 稍微迟到几分钟 被顾客抱怨 依然要陪上笑脸 我见过穿着 大牌套装的女生 从卫衫间出来 红着眼眶 对着镜子补妆 但眼泪 还是止不住地流下来 我见过 到建筑公司 讨薪的农民工 为了几千块钱 甚至要给老板跪下 说尽好话 看尽白眼 才能拿到一部分钱 我见过那么多 活得辛苦的人 还有更多更多 我没有见过 我不知道 我不了解的 有人曾唱过 我命硬 学不来弯腰 但生活 其实就是我们 弯腰讨来的 有一个词 叫讨生活 弯着腰 低着头 手先朝上 讨来的生活 过自己的人生 很形象 却也很心酸 人们不能主动 选择自己的出生 无法主动决定 自己的死亡 甚至有时 无法主宰自己的人生 说多了 都是眼泪 心里下着雨 别人也地不上散 只有自顾自活着 自顾自死去 有人为你同情几句 有人为你哀好几声 也都散去了 他们还要 过自己的人生 生活 永远都是 冷暖自知 生活也永远 无法被人真正猜透 一切 都只是 过眼云烟 你我 都是如此 所以 才要 且行 且珍惜 作家刘宇 有一篇 写给女儿的信 愿你 慢慢长大 最后的一段话 非常经典 我将它改编一下 放在最后 送给你 愿你有好运气 如果没有 愿你在不幸中 学会慈悲 愿你被许多人爱 如果没有 愿你在寂寞中 学会宽容 愿你平安 健康地长大 愿你好好活着 以上是今天 和你分享到的文章 我是主播杨柳 感谢收听读者 我们下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